一直以来 行人和车轮的矛盾 都是造成交通隐患的一大难题 行人闯红灯 不走斑马线 乱闯马路 车辆司机酒驾 不恰当驾驶操作等等 都会造成安全问题 这不 7月8日5022分许 山东市某女司机驾驶出租车 严肃和北捷 由东向西 行驶至临溪12路交会东50米出时 因操作不当 冲进正在马路当中锻炼的队伍 致使其中三人受伤 一人抢救无效死亡 该女司机因涉嫌交通肇事罪 已被刑事拘留 但从视频中不能看出 这支锻炼的队伍 一直占据车道跑步 我认为虽然女司机 可能因为操作等原因撞了人 但双方应该都有责任 希望以后 不管是想要锻炼的人 还是普通行走的人 都遵守交通规则 要知道 你是肉 他是钢 装一下受不了的是你 交规并不是单纯给汽车制定的规矩 再次也希望 给那些不遵守交规的行人 起到警示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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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